电话声此起比落 金融市场周二开低走低 台湾在传群聚感染扩大 更有不明感染源有待厘清 价钱指数大跌超过770点 收盘创始上第三大跌点 总计收跌652点 在16583.13点 跌幅3.79% 成交量放大到7148亿新台币 也是扩大不是没有原因 同捧一律再起 代表大宗商品的CRV指数 今年暴涨22% 加上美股10号带头下沙 费成半导体崩跌4.66% 微软苹果都跌超过2% 特斯拉也跌掉超过6% 利空压境造成这波巨大卖压 最重要是因为联发科 还有台积电的营收 4月份营收表现不如预期 造成整个大盘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卖压 但是最近看到一个现象就是 通膨很明显的有一些 增温的一个隐忧 大家会想说会不会美国的 F1的货币政策会改变 指挥中心提高全国防疫等级 呼吁民众该收心了 市场弥漫不安情绪 包括面板 记忆体 IC设计族群多档跌停 海基电回档到571元 连电重挫6.67% 面板双股友达全创 双双带量下跌 昔日股王系力KY 直接打入跌停板 资金转向航运 纸业钢铁类股 以及医疗生机等防疫概念股 国内三大法人 共计卖超544亿元 或是得观察美股走向 以及联组会是否启动缩表 专家分析 台股基本面并不差 科技大厂获利如果未受疫情影响 还是可以逢低承接布局 不过疫情警戒持续升温下 金融市场动荡难免 新单级是黄良杰 省未同台湾台北报道 ID.com ID.com